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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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强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是程序以往为国为民来努力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来做好所有的内阁还有各部会应该做的事情 是 那我想院长您可能误会了您现在所扮演的角色 我想您在2月1号之前您就曾经这个像这个我们蔡总在1月18号的时候 您就向蔡总统提出总词后来也被蔡总统喂留 那么所以您现在的内阁的角色应该是属于我们这边讲的 看守内阁 看守政府 我想您应该不会反对这个 请问哪一个法律有写看守政府呢 这个是 这个不是法律 而是这是一个宪政的常识 哦 不是 我去强调 不好意思 那你就 我就想说您不用抢答 我想这个部分来说 这个就是一个宪政的学理宪政的常识 您现在的角色就是看守政府 看守内阁 而看守内阁到底该做些什么 我想这是非常清楚的在西方先进的民主国家里面 看守内阁它就是一个在新政府上任之前的一个临时政府组织 那么它基本上主要的功能就是只是在维持一般性日常的政府职能 是不适合在做一些人事的任命或者是推动重大的政策以及法案 不知道是不是现在赖总统已经邀请您去认 呃 接下来担任新政府的行政院长了吗 请院长回答 没有 但是你刚才讲的我并不同意 实际上呃 现在的内阁还是继续要做事 不是像你这样讲的不能推动重大政策跟法案 如果这样这个内阁就是失职的内阁 好 谢谢您的回答 谢谢您的回答 我想在这边还是要给院长一些简单的一些宪法的一个一个知识 你讲的不对啊 那么在新政府上台之前 在所有的西方民主国家这个阶段就叫做看守政府 看守内阁 呃 就是续任的这个院长是不适合在做任何重大的政策推动 您所做的政策 您所做的决定 基于责任政治难道要让接下来的新院长承担吗 这个是非常简单 请 请 我不好意思 因为我想我刚才讲很清楚 我并没有请您回答 我并没有请您回答 我只是要告诉你一个宪法 你让我回答的时候你就说请你回答 是的 我想得了 对 因为你有些时候问的是问句 我没有请你回答 可以请您先中断您的谈话 因此在看守政府的这段时间 就像我说的 是不适合做任何重大政策的推动以及法案 那么在 那么在这边我也 必须说 如果您再继续推动这些重大政策跟法案的话 会让一般的民众一般老百姓认为您是不是试图在利用您剩余的价值 要去完成您没有完成的事情 您所谓的福国利民的政策 对于一般社会大众而言 是真的福国利民吗 是 这个部分您没有办法代表新的民意 请记住您现在的角色 您是代表的您是被已经即将卸任的总统任命 而不是由新任的赖清德院总统来任命 如果除非您今天已经跟赖总统取得了默契 您即将会是行政院的这个接下来的新院长 这个可能在宪法上来说可能都还会有些问题 但是以您今天这样的态度 我认为您其实并不了解民主宪政的真谛 这个是我在这边要提醒您 作为一个看守政府 现在是不适合做任何的这个重要的政策 好 那么接下来 我就要讲 在您现在最近我们看到新闻上面 好是已经从您行政院政策官网上面来看 我们看到了其实有几个重要的政策 基本上都不适合在看守内阁的情况之下 所做的决定包含 我们重申 要禁止这个组团到大陆旅游 以及最近劳动部 才刚签署的台印劳工合作备忘录 以及又这个推动2025年到2028年的地方创生计划 以及又陆陆续续的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法案 像电子签章法 还有全国性的公民投票 不在籍投票等等这些法案 我必须说 这些法案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 而且它基本上涉及非常多复杂的这个权益关系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社会上对于这项子的这个政策 以及法案都有很多的意见 那么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以您的这个作为一个看守政府 看守内阁 基本上根本不应该继续去推动 要了解我们2月1号 我们立法委员就职 我们是新国会新民意的产生 我们没有必要再去针对您 呃 现在所推动的法案来多进行询问 我问了您之后 您接下来如果不是行政院长 我不是白费口舌跟您讨论那么多 所以我必须再次提醒您必须要了解 您今天作为一个看守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您的职责您的角色 所以我不希望看到我们现在的行政院的各部会 你们在利用宪法上法律上 或行政上面的剩余价值 去推动你们过去那八年没有完的 推动完的政策 如果那是那么重要的话 为什么不早早做 要剩下这三个月还要来做呢 好 接下来当然在这个 一些重要政策的部分 我想我在这里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基于院长您所 您所领导现在的行政团队 基本上是属于一个看守政府的状态 所以呢本席不会询问你 在今年你预计要做些什么 你的施政重点 因为您刚刚说了 您也不会是下一任的行政院院长 所以我接下来呢 我想我不会为难院长 对一些您可能做不到的事情去做些承诺 那我希望 我接下来 我接下来我想和院长一起来谈谈 来检视您这个行政团队这些年来的施政成绩 我在这里特别关注几个问题 包含近期的就是禁团令的问题 这个当然我在一些新闻媒体上面 已经有表达过我的意见 但是我还是同样觉得非常奇怪的就是 明明这个禁止观光业者去大陆组团的限制 当时的法院依据是依据是有新冠肺炎条例 那时候成立了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所以呢发布了种种的限制措施 可是在去年的七月一号 新冠肺炎特别条例已经废止了 所有的法制都应该要回归常态 既然禁止组团去大陆的旅游的这个法令限制 已经不复存在 那么为什么还要持续限制呢 在这里我想请院长或是请您可以指定 您的这个部长回答 如果照您刚才这样讲的说 这个部会还有院长 现在所做的事情回答的都不算数 你今天是在浪费时间 那我再想说 请注意您的发言 您现在是在进行反质询吗 我刚才一开始有讲到就是说 这个是立法委员的质询权利 我请您注意 我从学界来 我很不愿意用不理性的问证 我也是 是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站在一个 良好的一个互动对话 我会啊 请您了解 直询他是个上对下 您今天是来立法院的殿堂 接受我们立法委员对于您施政报告 对于您施政的问题 我刚刚已经讲过 我是要跟你一起重新检视 过去这八年来你们所做的施政的问题 难道我不应该这么问吗 是 我没有请您回答 我没有请您回答 我接下来我是想问 就是说 执行是上对下吗 你们到底有没有针对 执行是上对下吗 院长 执行是上对下吗 难道不是上对下 是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 还是立法院要向行政院负责 提问 什么叫做负责 翁委员时间暂停 那我解释一下好不好 这个 这个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这一点我特别来好不好 这一点我特别要提醒大家 也请委呃 委员跟官员之间大家互相尊重 好谢谢 好那接下来你们是不愿意回答 我刚刚所提的问题到底法院依据何在吗 如果不愿意的话我可以继续闡述 那请那个部长先回答 是 各位报告 近条例的确新冠肺炎特别条例会址已经不用了 我们现在是用发展观光条例跟理行业管理规则 那理行业管理规则 互以我们观光署有监督管理职责 然后在发展观光条例里面对于损害国家的利益 我们解释这是损害国家的利益 所以就透过我们理行业管理规则本一行政权 来宣布说这个事情 这个整个组团是从三月一号到五月底 那六月以后就看他们对方的善意来处理 我想我们的确已经转换到这个理行业管理规则 跟发展观光条例来处理 委员我可以补充吗 不需要我还没有问到您不好意思 是这样的因为从各个新闻媒体 还有包含陆委会跟交通部官方署 经济部都有曾经共同说有开会 大家在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行政规划 那么我只是想请教这个行政规划的法律性质是什么 请部长回答 没有就是在过去里面我们对于旅行业 我们本身在观光署是一个监督管理的单位 那我们从发展观光条例发觉说 这个有对我们有恶意包括八百亿的观光逆叉 还有包括额母灵叉等等 好的了解了谢谢您 谢谢您 我想这个不管是八百亿的观光逆叉还是什么 我现在问的非常简单就是 一纸行政计划它是法律吗 它是行政命令吗 这是我们理行的观点 不好意思我还没有讲完 我也没有问您 可以用一个不是法律 不是法规命令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利吗 这个部分我希望 罗长您回去 不好意思罗长您可以回去可以好好想一想 你们的理由在于说如果我们的旅行业者去了大陆 他的组团的经营行为就已经损害了国家利益 对那么依据发展观光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您刚刚已经有说到了 请再读一下这个条文 观光旅馆业旅馆业旅行业等等有损害国家利益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发展观光条例的规定是有处罚预备犯吗 你是已经心里面有所知道他即将要犯罪吗 我们刑法上面是禁止处罚预备犯的 我不知道一个行政法规可以这么做吗 你们可以做这样的解释吗 你们今天这样解释简直是让我瞬目结舌 我不知道为什么交通部的观光署法制没有法制人员吗 不知道跟部长您这边做解释吗 可以回答 这样子的有损害国家利益可以做这样解释吗 OK 好请部长回答 损害国家利益我刚才已经谈到了啦 就是观光逆差跟像M03嘛 那我们现在是这样齁就是 好不好意思 好谢谢 部长回答我知道了 所以因为有逆差就叫做损害观光 是啊 损害国家利益 那我们跟太多国家都有逆差呀 但是呢 但是呢 但是呢我们 呃就是 跟中国逆差就不行 跟大陆逆差就不行 我觉得这样子的说法 这个是不能够 让一般的民众所接受 好 当然除了我知道交通部的为难 其实我知道这个政策也不是交通部自己一个可以做的 它毕竟是一个几个部会大家一起决定的 所以陆委会看起来也有角色是吗 好请这个主委 对请主委回答 第一个我想先从前面的开始 呃我想 刚刚委员可能对于所谓的政策的延续 可能把它扩大到所有的政策 我不需要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只要问你能不能禁团 这是两个的 因为你刚刚讲 这个禁团令是重大政策嘛 对于是是不是重大政策 开来做这个刚刚的解释嘛 对不对 好,謝謝您,我想我這邊保留我的機會表達 因為你剛剛講禁團令是重大政策,所以我要從重大政策開始講起 沒問題,再一次呼籲,請繼續 剛剛好像在用了我十秒鐘的時間,麻煩要幫我加回來,謝謝 我在這邊要給陸委會一個提醒 如果你們今天真的是想要限制我們的觀光旅遊業者的這個 主團去大陸的權利,也請你們依法律做一個明確的決定 我這裡都幫你們找好法條,大家看一看 在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第九條,第九項裡面 有提到,對不對,你如果說你因為考慮到兩岸的這個重大利益等等的 你要對台灣地區進入,人民進入大陸地區才行 禁止,限制或其他必要的措施 那麼也請你們把這個你們預備要做的措施送立法院 讓我們決議,這個不是你們說的算 我要再次強調,這不是你們說的算 我可以回答嗎 我真的很感慨,就是我們為什麼台灣這個政府的行政官員 尤其是部會首長 你們難道忘記你們是行政機關要依法行政嗎 法律是你們所有行為的這個準則 可是你們今天好像無視於法律的存在 那你們法律也是讓你們可以這樣去歪曲解釋的嗎 這是我感到非常遺憾的地方 我們都依法行政 不好意思,我沒有請你回答,不好意思 好,接下來我想要再講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個人非常關心台灣的新聞媒體環境 那麼在最近其實我們都知道其實台灣新聞媒體越來越難經營 整個廣電媒體,這個頻道電視,有限電視都是一樣的 在最近市場上面還有一個傳聞就是說 這個富邦集團的蔡明忠董事長打算要淡出電視頻道 他打算要賣掉他這個經營多年的MOMO TV 因為他認為電視頻道市場已經榮景不在 好,準備要轉換跑道去轉去投資數位頻道了 那麼看到這個新聞我當然感慨萬千了 因為我也知道就是隨著網路媒體的發展 而且是沒有過多限制給他們比較多的自由發展的空間 所以網路媒體的發展是非常的蓬勃 但是相較於平面媒體和廣電媒體的經營環境則大不如前 現在的經營廣電媒體業者或是新聞的平面媒體業者 他們基本上已經不太敢奢求還有什麼高獲利 能夠收支打平,就這個謝天謝地 能夠圖生存,求生存圖文堡就不錯了 那麼當然我也不認為政府應該要給予這些廣電媒體產業 或者是說一般來說的新聞媒體產業有夠多的這個扶助扶植 因為基於我認同在我們談到這個新聞媒體法上面有一個很重要的 國家應該要與媒體保持一個遠距原則 那麼所以我認為政府其實不該介入媒體的這個扶植發展 但是也不應該要給媒體太多的限制 現在我們看到我們整個的管制環境是給媒體太多的束縛 綁手綁腳,制定了非常多不必要 而且沒有意義的管制措施,讓他們無法施展 我這個圖是我從這個NCC在112年才剛公布的這個通訊傳播事業的這個報告書裡面所擷取的 我自己呢又在幫你們補畫上了112年的這個有線電視訂戶數跟普及率的這個圖表 大家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從105年106年當時我們的有線電視的家庭普及率都還有高達六成 都還有六成 我記得我當年信息委員說那個時候大概還有七成 那麼105年106年之後就差不多只剩六成 大家看看在現在從106年之後 有線電視訂戶數的普及 訂戶數以及普及率明顯的下降 至少從基本上從60%減少到48% 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一個差距 那麼訂戶也少了將近70萬 大家知道這個對於業者來講 這個大概一年就是10億的損失 可能都還不止 那麼看到這樣的狀況 其實我想問問看 請問院長您看到這張圖您有什麼看法 時代在變遷 所以有線電視自然而然的就會訂戶率會下降 家庭普及率會下降 這不只在台灣全世界都是這樣 那當然這個業者本身要妥善的經營 政府呢實際上已經給業者很好的經營的這個法規的這個訂定 那世界潮流很難逆轉 世界潮流很難逆轉 你剛才也講過 是的我知道因為是網路媒體的發展 但是我知道很多國家都還非常積極努力的 要去維持Cable TV的市場 大家不要忘記了 其實有線電視人是我們台灣的主要的主流媒體 那就這個部分來說 我認為說在緩步的下降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這叫一落千丈 不過是短短的幾年 少了11% 12% 這個叫做合理 我基本上是打這個很大的問號 那接下來我想讓大家再看一張圖 也請院長看看 這是我們NCC102年到112年的廣電訴訟案件的訴訟費用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我現在這邊 這個圖表上面所顯示的是 它目前為止已經定業的訴訟案件 據我了解目前還有80幾件的訴訟案件 是在高等行政法院 你們可以看到我們的訴訟費用 也是從106年開始 直線攀高 請問院長 這代表什麼意義 我想請院長說 這個是不是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比較細節的部分 不需要太多細節 我想就是院長 從您一個作為這個研究學者來看 您看到這樣子的一個圖 您的感受是什麼 這個圖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一旦有訴訟的案件 我們就應該要來好好的讓司法 來相信司法 尊重司法 而且司法已經有做過很好的審判 審判的結果呢 你也很清楚 我就不用再多說 好的OK 謝謝 接下來不要浪費我的時間 我要趕快來講了 我想要講的是 就是說在現在的 大家看到的訴訟定業裡面 那麼光是以2022年跟2023年的 兩年的已經判決定業的廣件 訴訟總共有30件 其中NCC勝訴20件 敗訴10件 它的敗訴率高達三成 這個在一般的行政機關是非常罕見的 大家可以去看看公平會 公平會所做的這個處分 它的不服率 它的這個訴訟率 它的勝訴率 是遠遠高於這個NCC 敗訴率大概也頂多只有10%左右 我從這張圖我只是想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NCC法 NCC委員的法律和廣電媒體專業能力不足 因此做出的處分 常常會有嚴重的法律瑕疵 媒體業者不服 所以呢 這個徵送的量非常大 委員這個訴訟案子是117年的 不好意思我沒有請您回答陳主委 我跟委員說明一下 請你尊重我作為立法委員的質詢的權利 那麼不僅是這個業者不服 連行政法院呢也直接打臉 在過去有很多的案件我們都可以看到 行政法院基本上是撤銷NCC的原處分 所以從上下這兩張圖裡面 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大家知道NCC的這個經理的績效 它的成績單是每況愈下一落千丈 但是它的訴訟業務卻是蒸蒸日上 形成非常大的反差 那當然NCC這幾年的施政不加著 這個是這個大家社會 普遍都有這樣的認知 那麼尤其是我想陳主委 您在這個領軍NCC的這幾年 其實爭議不斷 那麼我在這邊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也不再贅述 那麼我想這個幾個案件 都是眾所矚目的案件 那麼這些案件我們都說明過了 不好意思我並沒有請教您 謝謝 那我是說明一下 那麼正所謂 將帥無能累死三軍 其實NCC它有一群非常優秀的 事務官幕僚 我在NCC待物我非常清楚 NCC的這個幕僚 請您尊重我質詢全力 OK 那麼但是在高度政治化和NCC 在高度政治化的NCC主委和 以及委員會的帶領之下 我現在發現 在NCC裡面是政治凌駕專業 政治凌駕依法行政 原本應該是中立獨立的行政機關 要維護言論自由 維護新聞自由 但是現在卻變成像是警總 我不知道有哪件事情 可以讓NCC委員會現在可以去說明 你們是具有獨立性的 因為時間的關係 所以呢 還請主委之後 您可以提供您的書面報告 來證明您的獨立性 好的 那麼現在是這樣子的 好就是 我認為說NCC基本上 他很可惜 他已經不再是獨立機關 變成是政治的打手 成為選舉的工具 我們沒有辦法接受這樣的指控 我覺得這是指控 這不是質詢 請不要違反意思規則 不好意思 他再用我的時間 好時間暫停 那麼根據立法委員資權行事法的二十二條的精神 對於委員質詢之答覆 是 由行政院院長或質詢委員指定之有關部會首長答覆 委員如果沒有指定 敬請部會首長不要搶答 謝謝 請繼續 時間繼續 好 那麼我認為現在台灣媒體環境最該改革的 其實不是不見得是媒體業者 而是監督機關NCC NCC委員會的非專業化和政治化已經失去作為獨立機關的基本資格 比一般行政機關都還不如 我們認為 我本席認為 黨政軍退出媒體已經不是重點 黨政軍退出NCC才是當前改革的重點 接下來我還要再反映一件事情 就是有關於在選舉期間的新聞媒體報導的這個事情 大家知道其實這個NCC在二零二零年總統選舉裡面 那麼曾經針對中天新聞台不該挺韓然後呢等等的 那麼在當時做了很多的處分 他都是針對選舉的新聞報導 可是在二零零二四年我們才剛剛經過的總統選舉 NCC有沒有依職權開始進行調查 有線電視新聞台的新聞報導和政論節目 到底有沒有特別偏袒某個候選人 有沒有特別打壓某個候選人 那麼電視灌票的問題基本上非常嚴重 這個陳炳宏教授投書說三立財經台在開票的一分五十五秒 就已經開出了千百萬的票 NCC有去查核嗎 有去查核嗎 對於電視灌票的事情 有去查核嗎 對於電視灌票的事情 也謝謝院長的備詢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二十六位蔡委員易渝資訊 謝謝院長 我們有請崎宇迴財言 再請請陳院長貝詩 經濟部王部長 王部長貝詩 贈委員 vote 炳兽 文教授 問 barn 這陣子事實上台積電對於所謂他們的先進封測 要考慮在嘉義科學園區來做一個落腳 那如果以先進封測大概是未來的台積電的趨勢 因為他們未來的封測不是單純的像過去的傳統封測 他們未來是朝向3D然後更多維的面向 可以把他們的晶片可以有更高程度的一個發揮 所以像這個封測廠落腳嘉義這個對嘉義來說是一個 大概是驚天動地 就像是掌某掌地盪一下 就是知道說可能今天有一個很重大的消息 但是我想台積電要來我們一定要面對的就是水跟電 一定要供應無餘 所以我想要在這裡請教院長以及部長就是說 我們今天就要水的部分來討論 就是說水的部分大概之前跟王部長也有討論說 朝向幾個面向有包括要再生水廠 那如果再生水廠的話 我想請教我們行政院規劃嘉義來設置再生水廠 它的騎程以及它的範圍要怎麼看呢 短期之內 那就是說對於這個用水比較大的這些企業 那我們一定會事先來規劃 那包括短期用相關的原來的水源 那後來再增加這個再生水廠 那再生水這個部分呢 內政部一定會跟地方政府來協調 因為再生水一定要接管 那所以對地方的這個接管部分 那互相要搭配的問題 那這個不論如何一定都會在 那我們什麼時候要開始呢 如果這個再生水的設置 用水需要之前一定都會做好相關的準備 一定要先準備嘛 那所以我們事實上也想要就是說 確認說好我們這個再生水那到底接管的範圍 是只當就太保市 還是說要擴及到鄰近 包括鋪紙啦 包括路草甚至水上 這鄰近的鄉鎮 都把它納為再生水的一個範圍 當然擴大我們水源的基礎 那我想未來對於台積電它所需要的水 我想應該是越多越好吧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可以提早來佈局 會會那因為這個相關的水源跟再生水 經濟部跟內政部營建署 一定都會密切來配合 那不論如何就是對於這種現境的封裝 對台灣是非常重要 我們一定會讓它在台灣要擴廠的話 一定會去做相關的配合 好 接下來就是說除了再生水 像這個海淡廠 海淡廠現在 海淡廠的部分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院裡面通過的 就是新竹跟台南 那後續針對高雄 甚至針對嘉義 那我們都會先做先起的評估 那評估如果有需要的時候 我們再會提出詳細的計畫去送審 部長我想這個大概就是希望可以加速 因為台積電的封測廠在嘉義 我覺得對嘉義來說除了台積電在嘉義 更加重要的是帶動整個嘉義它的基礎設施 可以朝向進步的城市 然後大前往前大賣 賣向一大步這樣好不好 對台灣來講 就是這些先進的封裝不斷在台灣擴廠 它其實也有非常重要的實質的意義 代表台灣的重要性 包括台積電它需要很多綠電 所以我們現在嘉義遠海那裡 大概是整個光電的一個優先區 那大概從義足部帶到東石 那光電這麼多 所以這些光電要怎麼用專線的方式 然後把它拉回到了嘉義科學園區 這個中間也需要包括說要有生涯站 然後要蓋新的一個變電廠 我想這可能除了蓋 然後跟地方的溝通也很重要 所以我剛剛說這個我們以前起步的 然後讓我們這裡的市民也會知道 說未來我們要朝向這樣去努力 所以有部分的一些設施要來興建 那我想這個溝通都應該要提早來起步 是是 那像台積電這種廠商需要的綠電 在國際上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確實需要更多的綠電 那我們在做地方的綠電的新增的時候 確實要跟地方多溝通 那這個我們也會 責成廠商來做相關做更好的一個配套溝通 部長還有那個馬從後園區嘛 那如果以我們前次在園區這邊有討論到的就是說 未來是不是馬從後園區 因為它台坦的部分它大概有一百多公頃 它這產業園區開發起來 台坦分配一百多公頃 這一百多公頃 未來是把它變成大概就是台積電的 這個上下游的一個原料及設備的一個供應鏈 然後把它這個 這個馬從後變成一個原中原 那中間的部分 柯領的屬要經濟部 產業園區這邊先來先行成租 是不是這部分也要快來發動 是是那因為那個台積電的先進製程跟先進封裝在台灣的話 確實會帶多更多的供應鏈 那這個供應鏈包括本地的供應鏈 跟外國的供應鏈都會有這個增加的需求 那所以我們會積極來這樣的招商 那第二個就是落地的部分 那確實這個馬從後還有相關的用地 那我們也會積極讓相關的半導體的供應鏈可以來成行 事實上要真的很感謝行政院啦 那大概這陣子來對嘉義 事實上對我們幫忙頗多 幫我們做一些產業落腳的一些提前布局 我們也要謝謝蔡委員 蔡委員努力爭取 我們當然就是我們在 我們明義代表在旁邊配合 真的行政院大力的一個協助 然後嘉義有這個台積電的這個先進封測廠 落腳嘉義 這對嘉義來說真的是非常關鍵的一個時刻 所以我在這裡真的要代替嘉義人 感謝我們行政院以及我們經濟部 我們所有的部會 那是不是可以請部長可以先回 謝謝 我們繼續努力 好謝謝 那我下一題 那我要請這個衛福部以及這個文化部 衛福部 文化部 部長被選 好 院長 下一個題目 這比較就比較陷了 這個被沿上的I-WIN 事實上這個就有點講到就是說從大法官617號解釋 事實上617解釋就是針對刑法235號 235號是針對617號解釋針對刑法235條做一個核限但是限縮的解釋 也就是幫猥蠍物品把它分為兩大類 一個叫做硬蕾一個叫做一個屬於軟蕾 那如果是硬蕾的部分他可能就涉及到了性暴力啦性虐待人壽交 這一種是沒有藝術性醫學性跟教育性的 那如果是在軟蕾的話咧 他就說上述要件外除以刺激或滿足性慾而令一般人感受不能忍受 且未加封套或僅餘等安全隔離措施 所以大法官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他是有條件的開放所謂的軟蕾 也就是說在這種軟蕾的他畢竟他還是屬於在不管是創作自由不管是 這個人的一些表意表現的一個自由所以大法官把這部分納入在應該要屬於開放的一個範圍 那如果是硬蕾的話當然就是限制一樣是限制 那所以這個以後的猥褻跟非猥褻 就把他從抽象的猥褻到具體的他的防護措施 好那所以這個是在大法官他開了這樣的一個解釋 然後未來應該大家要這樣去試用 但是咧我們現在咧我們在兒童性剝削防治條例第二條第三十六條第三十八條咧 他一樣是用的叫做 你不管是拍攝製造 那跟兒童以及少年性影像或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性慾或修辭的圖畫 語音或其他物品 那基於這個兒童法 第四十六條所謂有一個IWIN的一個機構 那這個機構咧後來也擴充了解釋 他認為說他沒有特別指涉法條中的圖畫是指虛擬或者真人 也就是說他只要屬於虛擬的他一樣是適用兒童性剝削的防治條例 這樣起來大概我們可以想像上的就是很多虛擬的人物 虛擬的人物他只要看起來像小朋友 看起來像兒童也不用說小朋友 所謂的兒童是指十八歲以下 所以十八歲以下 只要他看起來像是青年 十八歲以下的 他都會屬於這種兒童的一個範圍 所以網路大概就炸鍋了 他認為說這樣的話對於所謂虛擬的創作是很大的打壓 然後用看起來感覺的主觀判定 這個對於網路上是非常的一個不利 所以我們現在在下一頁就進入了所謂網路的大戒嚴時代 這個聽起來就很嚴重了 所以我們也可以取得很多的一個照片 這個照片都是我們童年的回憶 事實上這些照片的影像 雖然我們以前在看電視或者在漫畫的時候 我們沒有什麼感覺 但是在於這樣的一個文字 他又足以引起信譽 那他只要看起來像兒童 像這個看起來都小孩 然後他們在浴室 在浴室裡然後裸體的畫面 哇這些全部都會屬於I win 會被檢舉的範圍 然後他們平台就負擔了有這樣的一個措施 那我再用下一頁 像這樣的一個虛擬人物 這最近很夯的動畫 他叫做葬送的福利年 這一個角色這個角色幾歲 我有什麼答案啊 一千歲 他超過一千歲了啦 他看起來怎麼小孩啊 他超過一千歲 所以他不屬於喔 這個角色是不屬於 這一個兒少的兒少色情的範圍 然後再下一頁 這個畫面我們從小都看到大 這是七龍珠 悟空跟布馬 一個十二歲一個十六歲 當然以現在 這個虛擬人物到現在他們也長大了 都已經做阿公做阿嬤 可是這是他們年輕時候的一個部分的一個畫面 那這樣又屬於這個兒少的範圍 所以我想要請教我們在場的各位 對於這樣的一個管制措施 然後讓網路炸鍋 那這個是我們行政我們要的目的嗎 我們當時為了要保護兒少 有要連這樣的一屬於網路創作的這一塊 來全部都把它一樓框限制住嗎 來這個是不是請 來請部長 跟委員報告 那這個是在法條裡面本來對圖像 就有 是列入到這個管制的範圍 但是過去對什麼樣的圖像屬於青少年 那有一個標準 就是什麼眼睛的比例等等這一些 那我有跟我們部裡面的同仁討論過 可能這樣子形式的審查是不太恰當的 因為他會牽涉到會影響到創作的自由 所以要判斷他是否為兒少 而有同時又有這個猥褻 等等的這一個的內容的話 應該不能去脈絡化 而是要整個去看 到底他所指的是 是不是在這一個 前後的整個的劇情裡面 是不是他就是 指涉的是兒少 那第二個 到底他是不是 這個所謂的 剛剛委員所提到的這個猥褻的內容 這個還是有一個審查跟認定的過程 以我的看法 這個次元就是虛擬的人物 連管都不用管 那是就創作 因為在大法官解釋617號有講 617號他就是軟蕾 他剛剛就是軟蕾 那軟蕾勒 那個叫做層次的法律保留 層次化 他就必須要包裝 他的網路必須要進去的時候 告訴他是18禁 他的管理是到這裡 他不是在 用後面的角度去認定說 你這個是屬於這個兒少色情 那你需要被管理 那就會下 我再舉更多例子 你會覺得越來越矛盾 再下一頁 創作人物 二創 這歷史人物 這算什麼都兩三千歲了 三國時代的人 這個三國志有講 這個張飛 三國志 畏略夏侯淵狀 這個張飛 他說 他去僑郡這個地方去做 去砍財的時候 看到這個女生叫做夏侯寺 差不多十三四歲 然後 張飛 對張飛所得 張飛得知他是良家 女子就把他取為妻子 然後後來的二串就跑出來了 這個 真三國無雙八代 張飛這個看起來大老粗 然後這個女子 十三四歲 張你如果這個要管理 那不是很矛盾嗎 然後再下一頁 那如果你要管的話 到底什麼是藝術品 什麼是兒童色情呢 我現在用的 就這個是 法國 弗羅宮 他這個圖叫做破壺 然後這個女生也是未成年 這個女的是未成年 然後他就帶著一個水壺 然後水壺破掉 這暗示什麼大家也知道 然後在旁邊這一個 叫做 呃七歲的 盧維娜沙女王的 伊麗莎白 好接下來 時間要沒有了 唐詩三百首 李白的唱歌是十四十五十六 都是在說少女時代的時尊 所以你要講 這個上色情 基本上來 你基本都不理掉 所以你一定要回答我說 真實就是真實的 如果你對真實的少女 有拍攝影片怎樣 這個要再管理 因為他是真實事件的人 如果是虛擬事件的人 不應該去管理 虛擬事件就留在喬說自由 但是如果這中間虛擬事件的 他涉及到了真實人物的時候 有被害人 齁 有被害人來發生的時候說 誒 這個凱琳就是要化我 就在講我 齁 啊我沒有名字 齁 所以這個財貿要跳出來翻譯 部長這樣讓你們能理解嗎 好 我舉了真的很多地址 這地址東西 市民到台市 可以看到他們在 如果這些都做而哨的話 太可怕了 好 謝謝蔡委員 易渝的質詢 謝謝陳院長的被詢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27號 羅伟仁庭委 質詢 請 好 謝謝院長 有請 院長 謝謝 請 麻煩請 新內容陳院長 貝巡 謝謝 首先我可能也會關心 NCC組委 陳亞翔 陳主委 羅伟仁庭 恭喜你 當選立委 院長謝謝您的恭喜 謝謝 我想請問一下 NCC組委 來了 謝謝 好 那 主委我想剛剛 歐委員有提到 在NCC這幾年呢 有許多的爭議 我想這些紛紛牢牢 也都在你上一次有提到 可能就不會再繼續 去擔任主委這一職 我想請問一下NCC組委 陳主委 請問一下你卸任後的人生規劃 方便跟大家提供一下嗎 我在媒體上講得很清楚 我是要回學校去任教 因為我借調時間已經八年了 已經到任了 要回去教書 好的 那另外請問 呃 陳院長 四位NCC的委員即將在七月要屆滿 那我想 這個四月底前要提名 請問你目前有沒有 這個提名的人選 或者是條件 我們現在請各界來推薦 那這個條件當然是 具有電信資訊傳播法律 或財經等專業學士 或者是有實務經驗的 這些人才 我們來網絡他們 來作為我們向大院推薦的這個人選 院長謝謝 你剛剛有說出是條件 那目前有沒有人選已經開始在 呃 稍微面試 當然我們 陸陸續續有請各界來推薦 哦 已經 看起來應該是有人選了 那沒關係 就還在 瞭解嘛 那等 等你方便公布 時間到了以後 我們 就會 一定 準時 來向大院推薦 好 主委謝謝您 OK 那另外我想 有一些在 我準備要 呃 跟您詢問之前呢 另外有想詢問幾個問題 我想 中國搶奪邦交國的企圖 從未停歇 對 那院長我想 現在十二個邦交國 關係是否都穩固 最穩固的你心中 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 我們跟各個邦交國現在 就是邦誼都相當的不錯 讓我們也會繼續來維持 讓我們彼此 呃 作為一個 呃 自由民主的相同理念的夥伴呢 我們彼此幫忙相互協助 您心目中有沒有覺得 最穩固的是哪個國家 我想我們現在 呃 不容易一一來比較啦 因為各個特性不一樣 但是我們會 呃 很努力的來維持 每一個邦交國的 這一個關係 那您印象最深刻的呢 啊 沒有 院長您自己印象深刻的 我 我印象深刻的 我家 有蠻多的邦交國跟我們 都相當好啊 方便舉例嗎 呃 現在這方面我不方便啦 沒關係 那之前傳出帛琉有可能跟台灣斷交啦 齁 那大陸就想要挖牆角 還要開架嘛 說要訂滿所有帛琉飯店的房間 結果華航宣布從7月起 一週要變成四班航班 我想這是難道要挽救幫交國嗎 有這麼多人要搭嗎 是否有政治考量 部長 呃 回答委員的問題 有關於我們台灣跟帛琉的關係 的確是 非常的穩固 這個絕對沒有問題 那但是我們跟帛琉之間的關係 有很多的層面 必須要進行合作 那我們在那個疫情之前 每週就有四班 所以從疫情開始簡單之後 我們就 呃 逐漸的恢復 那今年的夏天 應該可以是恢復到那個疫情前的這個狀況 那我想這個對帛琉來講也是一個好消息 所以是因應疫情準備要回溫之前的一個狀態 是 是嗎 好 OK 好 那謝謝 那以下呢 我有準備幾個問題 想要先詢問院長 其中四個是是非題啦 那其中一題是簡答題 已經院長簡單的回答我就可以了 部長謝謝您 謝謝 這五題很簡單 我想不需要靠其他人 院長就有辦法自己來回答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POPPOI 我想詢問一下院長 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機之下是 政府辦理答覆 立法委員質詢案件的處理原則 院長您知不知道這個原則呢 我不太清楚 這2016年的 這個105年1月有修正啦 那我想 以現在來說 應該都還適用 給您參考一下 但沒關係 我會在後面再繼續說明 依據原則的第九點來說 本院交達之質詢案件 如為代擬代判院稿案件 各機關應於第六點 所定的秘書長 所含文到十日內 用院含回復立法院 我想換句話說 最簡單的講就是資料 最慢十天內要回復 對嗎 照這個文章上是這樣寫 OK好 那我們再來看 食安法第五條規定 PTT 那 我想這個 全長這個應該您 非常熟悉 您是公衛專家 那 我們再來看看 食安法的第四十條規定 可以簡單的來說 就是各級主管機關在發布預警措施時 對於所發布的食品衛生檢驗資訊時 也應該同時公佈檢驗方法 檢驗的單位 還有結果判斷依據 這樣子的簡單解讀 對嗎 對 但是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就是檢驗的結果必須是正確無誤的 正確科學 我之前有看到您有提到這樣子的一個質詢答覆 我沒有問題 沒有意見 OKOK 但是我想跟您詢問一下 再來就是我的簡答題 跟您詢問 院長一百零六年您身為中華民國的副總統 當時大家都說您是大人哥 還記得吧 那一百零六年四月彰化地區的彈機場 雞彈被驗出代澳星含量超標的事件 雞彈到底怎麼會有代澳星 請說明源頭到底在哪裡 怎麼發生 最後結果怎麼樣 這個部分院長 您可以回答我嗎 這個 我沒有辦法回答這個 好 院長 不熟 沒關係 部長可以陪同沒關係 但是我 部長他可以回答 沒關係 我不能為難院長 因為這個年代真的有點久遠 那一百零六年的戴澳星旦呢 到現在人沒有正確的溯源答案 我想最後一題是非題 您看看一下 根據輸入藥物邊境抽查的檢驗辦法 第二十條規定 報驗醫務人於收受前向通知時 次日起十五日內得向查驗機關申請覆驗 但以一次違憲 覆驗時由查驗機關就原抽取漁存樣品之 對不對 這個是法律規定的 法律規定的嘛 就是要抽樣品 而且是原樣的抽樣餘品 好 那謝謝院長以上的答覆 那我想 我們繼續往下看 我想 院長 您知道戴澳星旦 有被監察院糾正嗎 您看一下這個糾正文 監察院在106年1月8日 糾正文呈現以下的事實 1. 清楚直接的點名 找出源頭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不是地方政府 2. 戴澳星的事實是存在的 所以糾正當時的環保署農委會 待於行政業務的見證 3. 若當時的農委會環保署 將此事為單一事件 僅以產品端進行檢驗或驗證的時候 卻未能正視問題並積極的追查 防堵戴澳星污染食安的事件 仍將層出不窮 執行末端的食品安全查驗的人員 或者是下架的人員 都會疲於奔命 當然 他也有糾正地方政府 彰化縣政府的管理不當 那 院長 您講 在台中西部特羅 按首次的檢驗驗出後 沒給台唐15天的覆驗時間 就進行公佈 這是台中市政府的錯 但是院長 市府依實安法第五條 他就是需要公佈 如果像您說的還要再等等等 等到中央說可以公佈再公佈 如果有一天監察院抓到泰宛公佈 導致台中市政府的公務人員被糾查 被懲處 誰負責 難道行政院院長 陳建仁院長您負責嗎 從今天早上的答覆 您在牛許婷這個部分回覆說 520之後您是堅定支持 絕對不會再繼續擔任行政院長 那您要怎麼負責 您說台中市政府錯在太早公佈 現在我們是公開直播 我想問一下 那如果您可以承諾以後類似有這樣子的公務人員 被監察院糾正的時候 有人可以負責嗎 您敢在這邊直接說你會負責嗎 好我想 剛才我已經講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正確的科學 那一件事情就是他必須要確定他檢驗的結果是正確 那台中市政府的檢驗人員在同一塊肉做了很多次的檢驗 前後的差距相差10倍以上 那這個時候他自己也感到困惑 所以才會做這麼多次的檢驗 因此對於這一次的檢驗他並不是那麼有信心的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他應該再去採取同批的這一個肉來做檢驗 來確定他的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好的院長謝謝您的回覆 那院長根據報導 您指稱台中市實安處實驗室的污染 是有可能的 有可能的 而現在坐在台下的鄭文燦副院長 是直接直指不管用什麼方式表達 都不會改變台中市實驗室污染的這個事實 第三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台中市衛生局長曾執展表示 說實驗室的污染證據在哪裡 而且先後有派官員專家來查看 都定調實驗室沒有污染 院長我今天想要特別請問的是 請問一下實驗室污染的證據在哪裡 您可以提出來嗎 再來 一個行政院有三種版本 有可能 這是事實 以及沒有污染 請問一下到底國人要怎麼樣才知道哪一個才是正確的答案 我想這件事情 需要靠我們專家委員會來做最後的認定 那專家委員會呢 現在呢 會議已經開完 然後他們現在的報告要出來 但是我在這裡要跟委員做報告的就是 我們怎麼樣會認為它是有可能呢 因為你可能也很清楚嘛 我在這裡講了很多次 西布特羅呢 實際上我們進口以後 它只有0.8公克的量 然後上部在20幾個實驗室 那我們在上游所有的樣本的檢驗 檢驗900多件肉品 通通沒有看到西布特羅 不好意思打斷您一下齁 但是在這個實驗室裡看不到 我都相信您的說法 OK的 但我今天就想請問您 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我現在看到三種版本 您可不可以今天公開直播跟我確定一個版本 是有可能的 還是這是事實 還是這是沒有 不能排除 不排除有污染的可能性 好 所以就是有可能嗎 對吧 三種版本我們找到了一個版本 您說的 就是有可能 但我很遺憾的是 有人說這是事實 這一點 就這一點 我們應該要抱持著 應該要否定的態度 我希望您維持 我們有科學 我們就等專家來判定嘛 那現在是有可能污染 而不是事實 而現在有人大言不慘的 直接告訴我們所有的媒體 這是事實 我想這就是傷害台中市 傷害所有的台中市 願意認真去檢驗的這些公務人員 所以 我們今天 我跟您詢問的是 有可能 不排除 對吧 對 我跟您講的是這樣 但是我要 跟您報告就是說 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些人在回答的時候呢 那他 你要看那個回答的時間啦 等等 看哪一個時程裡面 所做的這個結論 好 謝謝 謝謝 那科學是講數據的 政治才是拐彎抹角 才是寒沙攝影 才是有證據應該直接講明 如果沒有 講的人應該道歉 甚至應該直接下台 我想根據媒體報導 大約97%的肉量已經被吃掉了 行政院指出 本次抽驗同批的豬肉共計52件 我想可代表 這都沒有檢測出乙型受體素 且檢驗的數目符合科學統計的數目 也就是抽樣數大於30 可代表母體 表示台糖豬肉安全無餘 我想舊教育院長 這就是統計科學 抽驗數目符合科學統計數目 抽樣數大於30 可代表母體 不好意思您是公衛專家 這就是統計科學啊 我不敢說我比你強喔 那我想請問一下 今天的這句話 可代表母體的依據是什麼 可否四字本教 這就是統計科學嘛 當N大於等於這一個30的時候 那他的那個95%訊號區間的測定值呢 就是在可信的範圍內嘛 所以這個是一般的食品檢驗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要用抽樣檢查 的原理就在這裡 這就是統計的重要性啊 統計科學的重要性 那今天農業部跟衛福部 兩部都共驗了2885件的樣品 有關西部特羅都未檢出 但台中市就是檢測出來了 那食藥署的相關單位也就去驗了 台中市那一批也有驗出來 而且台中市政府的這個實驗室 也都是食藥署認證的 衛福部長對吧 是經過食藥署認證 那有驗出的話就要抓出問題在哪 不要再扯台中市政府作假 有 拜託你抓出來讓我們知道台中市作假 但是 如果沒有就不要一直講台中市 好 委員 但是這一個檢驗是在台中市政府的實驗室去驗出來有的 所以負責任的實驗室應該要去找出來 為什麼它可以檢驗出來而別人檢驗不出來 好的 但是我剛剛有特別的檢驗者 他有責任的報告 他還是要求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當然中央政府協助 不管是最近的判斷專業判斷 我們都尊重 但是就是目前是有可能 不要馬上就定調 就是台中市 那您能夠想像嗎 106年 食藥署副署長林金富公開的強調 告訴民眾不用恐慌 根據資料顯示 就算終身都吃代澳心蛋 每日的平均暴露量 能低於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值 讓這樣子的向全民信心喊話 我想當時他有這樣做出這樣子的一個喊話 您可以接受嗎 如果他當時有做這樣的一個喊話 而且他也參考了Codex 就是這個世界上的這一個大澳心的含量的標準 有這樣的一個依據 那他按照數學上的計算 他確實是沒有到達Codex的標準 減出跟達到這個這個國際標準 是減出的量很低 所以他做這樣的結論 是符合科學的論證 好的沒問題 那院長您看本席多次發函食安辦所知 這些所知的資料多久了 本席跟你們要檢驗結果的判讀依據等資料喔 這些都是已經存在的內容 為什麼不能在10天內的期限交付本席 依實安法規定檢驗的資訊要公開 你都已經驗完了喔 公佈檢驗的結果同時都應該載明 偵測的定量極限值的判讀依據 這些最基本的資料都已經是現成的 不用再另外找答案 為什麼不遲遲遲遲遲沒有交給我 我們辦公室所知很多天了 這個部分 剛才您說的那個條文是寒到後10天內 但是因為這個比較細節 我請部長看看他知道 10天內 你可以給我資料嗎 我是沒有收到或看到委員要所知的內容 我想我們公文來往都會有證據 我會回去再查查看 我後面可以再貼給你看 那是不是您可以給我資料 如果他是屬於一些可以公開的資料的話 這絕對沒有問題 這一次的檢驗報告 我想剛剛講很清楚 實安法規定檢驗資訊都應該要公開 所以應該沒有所謂的可公開跟不可公開吧 那我想這些公衛專家都很了解 判斷依據的這個原始資料 檢驗的結果可信度佔有極大的重要性 這個時候您跟我講的好像有一點點就是 好像內部有不能夠告知 不能夠公開的 是這樣嗎 如果是檢驗的數據的話 那的確是可以公開 但是我不知道委員要的數據的範圍到哪裡 我要的範圍內一定都是實安法所規定的 那我們會後再來討論 我再跟你要資料這樣可以嗎 數據就是科學 是資訊公開的 是法律規定的 而你現在 我不知道您剛剛給我的回應 感覺好像都是有政治的感覺 好像我帶有惡 因為如果是內部的簽成的過程的話 那個是可以不公開 OK 我要的就是資訊公開 而且是法律規定可以公開的這些數據 這樣子可以嗎 那我想 我必須再提出一個 您看PTT 2016年4月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舉 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 當時這一份報告當中有指稱 開放瘦肉精 美牛進口前 2005年到2008年 國人的尿液樣本當中 約有1.39%到5.56%被院出四種瘦肉精 其中也包含西布特羅 以此比例來換算 國內恐高達將近115萬人左右來受害 院長我想我的訴求越來越清楚 您聽聽看 既然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曾經在2005年到2008年做過這樣子的研究報告 為何中央在溯源管理人找不到源頭 這是我所疑慮的 但西布特羅大家都知道 比萊克多巴胺的毒性大十倍 而且不容易代謝 而且殘留的時間又更久 我想這個嚴重性不容小覷 所以我今天我想要拜託院長 您剛剛也有在其他的委員提到 看守內閣要負責任 戰戰進京的做到5月19日 您是做事的院長 我要拜託你 院長西布特羅的同批豬肉有978已經吃下肚 本席為了台中市市民的健康著想 我懇求我也要求 中央比照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的研究報告 按例辦理編列經費給台中市政府 或者是其他的工部門 再一次執行相關的研究報告 可以嗎 好 首先我要講一下 你們三個委員的講法不一樣 一個要我由所有委員 一個要我認真負責 一個叫我說 你這個是看守內閣 你不能做什麼事情 我就一句話 做你自己 您回答了 五月十九 戰戰進京做到 您願意負責任嗎 那所以剛才的委員講錯了嗎 好 那我現在想講的就是說 對於這一個檢驗的部分 那需要再做進一步的抽驗 我們已經講好 會對於這個豬肉呢 我們本來要做兩千件的呢 我們會擴大做到四千件的 這一個 這個Meta Broker 我知道您有要擴大 我都看過這些其他相關的對話 你現在要講說 讓台中市政府 給經費要給補助台中市政府 去做什麼檢驗 或者是其他工部門 沒有一定要給台中市政府 好沒問題 那其他工部門 我跟你講就已經要從兩千件的豬肉 擴大到四千件 那我希望是 比照二零一六年 許智傑委員所看到 這個國家環境毒物研究中心 這樣子的一個報告 從國人的尿液 再一次的抽樣 檢出看看 有沒有所謂的乙性受體數嗎 你說從尿液來檢驗喔 好 那我請貴務 兩件事先跟委員報告 第一個 那剛剛提到說 西布特羅的毒性是什麼 萊克多巴的一千倍 那個是 賴老師齁 我沒有說一千倍 我說十倍 我說十倍 他說十倍 他有聽錯 對不起對不起 不好意思齁 因為時間有限 細部的我們不討論 今天我的數字很簡單 您願意再多編列經費 再做這樣子的研究看看嗎 我要跟委員報告就是說齁 因為這個所謂的瘦肉精 其實他就有乙型受體素 那乙型受體素 裡面的這些許多種的話 其中有一些是在藥物裡面有 對啊 像我們那個氣喘感冒的時候也經常會用到 所以你去驗這些 所以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八年 他所指出的這些報告當中是沒有用的 所以當時許智傑拿出這份報告 有可能是吃藥然後勘托當時的政府也是錯的嗎 您剛剛院長一直跟我強調上一個委員講的是錯的 那我現在是不是您間接打臉了 許智傑拿出這一份報告也不一定是對的呢 委員我要跟您講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 那個時候瘦肉精都還有可能在台灣在使用 第二個 這個檢驗出來的結果的解釋很重要 我覺得做一個好的科學家 你去檢驗出來有了 你怎麼解釋呢 如果這個乙型受體素本來就在藥物裡面 那你檢驗的對象裡面檢驗的出來 你怎麼分辨這是來自豬肉呢 還是來自這個藥物呢 所以我想科學很重要 我很高興你強調科學 所以我們要看很好的因果論證 我在這邊沒有要跟您比個高下 我在這邊是希望能夠爭取這個經費 再一次做這樣子的研究報告 其實我覺得是利益良善 您也是為了國人的健康 我想這大家都可以再討論看看 那另外我想再跟您提問 我們院長您平常有划臉書的習慣嗎 或者是看看LINE 我當然不看LINE 你看LINE 我也會 那你有看過網路上在賣藥嗎 我們看一下 院長你有看過嗎 這一夜市的 我比較少看廣告 一夜市的網頁啦 購買網頁 很多人為此而受騙 那上週藥師週刊的頭版也都刊登 網路上購藥要要小心 藥師全聯會也發出呼籲要求政府要重視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院長今天有宣稱醫療效能的LINE 臉書廣告到處充斥 針對該類廣告的處理方式 可以說一下嗎 好來我請衛福部來解釋 這基本上 這樣子就可以了 這樣在中間 基本上在要釋法裡面對這一類的話 衛福部長 就是應該要處罰 要釋法可以處罰嘛 對吧 好那不好意思 那如果ID都設在國外 國外怎麼處理 這是廣告的部分的話 那ID如果是在國外的確有它的困難 但是民眾要買藥一定是現實的那個藥在國內 所以我們可以來追啦 這希望您追得到啦 但是我必須跟您講 國外廠商社價網站 其廣告的內容違反國內的法定規定時 因為管轄權不在國內 所以無法約束制止該行為 而如今業者都在國內網站刊登這種誇大不實 宣稱醫療廣告違反藥事法實案法等規定 但若是在國外架設網站 國內刊登廣告 違反國內的法令就沒事 這根本就抓不到 所以沒辦法抓 就變成一個漏洞 那甚至就會開始越多人仿效 那政府不就是鼓勵大家才此做法 所以藥師全聯會已經炮轟中央 政府都不管 數位部都只賣蚵仔麵線 打炸也不能打 到底在幹嘛 國人的健康可以等待嗎 這一種要你錢要你命 我想 院長 剛剛我們還是提到 您會戰戰兢兢的做到五月十九 這件事情您可以幫忙協助處理嗎 當然要 這個如果說是一個詐騙的這一個廣告 一定要隨時下架 你即刻下架 這是很重要 去年我們就下架有三萬多折了 好 謝謝院長正面的回覆 我們持續努力 但我要跟您報告 藥師全聯會都提到這件事情 代表已經 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這件事情到現在都沒辦法處理好 我也希望五月十九看到您是輝煌的 去回歸您原本人生的規劃 那您把這個東西都做完 我們看到了這 能夠把它戰戰兢兢做完 我們都很樂見其成 但我希望這件事情 已經全聯會他們都在說了 我們應該正視這個問題 國人的健康 好嗎 我們會正視 好 這是很重要 那謝謝 我在這邊 要謝謝陳建仁院長 行政院核定了台中藍縣 這條捷運的計畫總經費 一千六百一十五點十四億元 未來完工後 不只台中市民會受賄 全國國人來到台中玩 也都會一樣受賄 但是院長 中央的補助啊 真的不能大消炎 您聽聽看 當初高捷興建的時候 六成由中央來負擔 四成高雄市政府來負擔 現在終結藍縣新建 台中市負擔九百三十九億 接近六成 要台中市政府負擔六成的理由 新聞都有寫 都有指出 台中市市府財務狀況改善了 財政等級由三級成為二級 對吧 對 所以由行政院認定 台中市市政府的財政改善了 這第一點 這個有一個標準 有標準 沒關係 那我還要補充一下 等我一下 待會我就會給您 那院長 地方政府努力改善財政 我個人覺得要值得鼓勵 不管是口頭的 不管是實際的 我辭職鼓勵很多 但是我看到的是 為什麼補助反而變少了 那不就意味著 懲罰好學生 鼓勵大家不要當好學生嗎 那我有PTT 您看一下 這一張是各職俠市的 縣市政府財力集次表 我們先看到左邊 不好意思因為左邊被翻譯人員擋到了 我簡單跟您報告 左邊花蓮縣的財力集次 是第五級 是第五級喔 院長 左邊 是第五級 但是跑到右邊的表格 你們的表格啦 花蓮 卻是唯一例外 它卻只有82% 不是90% 但今天我要跟您探討的是 第二級跟第三級最高的補助比例 是70到78 兩者是差8% 第四級到第五級 是82到90% 這之間差了4% 對不起 82到90%也是差了8% 但三級到四級的時候 是78%到82% 這就差了4%而已喔 所以我想問一下 為什麼沒有一致性的等差比例 或者是固定比例的增幅 這當時這樣子的一個表格 當時這樣的比例 到底是怎麼定的 是政治決定的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 這個原則是多年來 大概我們每兩三年公佈一次 那您剛才講的台中市的升級啊 事實上我們都會有獎益金 據我知道台中市這個三年了 會得到三億的獎益金升級 謝謝 我想 還是很少啦 那我們當然希望各縣市的 都是第一級啦 但是有可能嗎 不可能 但是我們 應該不只是獎勵而已 我們想 我們這幾年 包括我們在地方 一直在喊 財政劃分收支法 我們希望 能夠擁有這樣子 前頭 擁有這樣這麼好的法令 讓各個縣市能夠公正公開 後面 這樣子的一個補助 計畫性補助 我覺得也都減少 我覺得是 好 謝謝 谢谢陈院长的备询 我们报告院会现在休息十分钟 现在休息 谢谢陈院长的备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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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陈院长的备 谢谢陈院长的备询 谢谢陈院长的备询 陈院长的备询 谢谢陈院长的备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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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院长 谢谢陈院长 我第一次选 陈院长的备询 陈院长的备询 那说到这个 陈阱 现在为了要提升 既然我们的新 把经货 我们的备询 主意 顺便谢谢陈院长 谢谢我们的新政府 就是原住民族 能备询 我们的备询 我们的备询 我们的家 我们的备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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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 聊聊聊聊聊可数 大部分的人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我们的备询 被罰 我们的备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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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 那也备询 所以我们的备询 下的备询 我们的备询 就对 谢谢 在备询 那备询 是白兽 那备询 这块土地上 那备询 我们的备询 那备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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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那备询 我们的家 那备询 那备询 台中 那备询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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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的家 台中 那时候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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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家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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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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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是 我们的家 家 我们的家 家 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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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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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